點點 點點 也是一種兵器 有一年 有一年妳的陰在黑心 流不相信 解釋也沒意義 妳等著心 丟妳開也會照顧 點點 點點 也是 我來自台北的樂喀螞蟻 陳芳怡 樂喀我知道 現在螞蟻 因為我的名字有一個螞蟻 小時候的綽號就叫螞蟻 螞蟻 對 是… 這麼直覺 血液透析 妳做幾年了 在血液透析是做了18年 血液透析就是洗腎妳喔 對… 目前來講這18年來 妳看到我們洗腎的病人的增加速度 是不是很快 很快 很快 而且年齡層也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大概到什麼年齡層了 現在 我們目前有三四十歲在洗腎的 對 這麼低喔 所以洗腎不是年紀大了才有可能洗腎 並不是這樣 不是 他三四十歲洗腎 妳看他洗多久 原因是什麼呢 這麼多的人要洗腎 有很大一部分是糖尿病 他併發症 然後還有是可能他吃藥引起的 還有一些是他本身腎臟就有一些遺傳性的疾病也有 對… 目前我們如果自己自費洗腎 一次是多少錢 目前好像四千多 一個禮拜要洗幾次 一個禮拜要三次 一次要四個小時 一個禮拜就是萬幾個就沒了 萬幾個 你看一個月 所以以前如果是家裡有一個人 有SA游記 那都要賣家了 現在是有健保你知道嗎 現在是健保 其實在講這個的時候 我特別感觸很深 因為我阿嬤就是洗腎 洗到最後她離開了 而且你看一個禮拜 要三次 一次要四個小時 我們回想一下 不久前的疫情那時候該怎麼辦 這些洗腎病患怎麼辦 那個確診病患會由社會局聯絡我們 然後他們會又派那個 那個防疫計程車送到我們醫院來 然後我們就要穿全套防護衣去接 然後洗完也是穿全套防護衣 送下去做防疫計程車 對 然後那時候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很多人都不敢回家 所以我們住在防疫旅館 住了大概兩個月 對 好辛苦喔 謝謝你們 謝謝 所以就跟你的家人分開兩個月 對 而且那時候因為穿脫很不方便 所以我們都 一整天就是穿著 對 盡量不脫 所以我們就不敢喝 然後也不敢上廁所 就是盡量不要脫 對然後還有一些餐廳 因為不敢送餐來給我們 我們就沒有餐可以吃 對然後就 還好有很多三星人士 他們就知道就來捐愛心便當 然後還有一個 我的一個朋友他聽到我們沒有便當吃 他就發起了一個捐便當的活動 對他還連續捐給我們大概一個半月的便當 對 真的大好兇啦對不對 真的想到我們一起走過那麼困難的這個過程對不對 這個幸福是得來不易的 大家要多多珍惜 對 好也謝謝你跟我們做這些分享 謝謝護理師 那請問一下你今天要帶來什麼歌曲呢 今天要帶來那個黃宜玲的點點 好 一貞姐咧 你敢唱什麼 我來帶來這一首老歌 林淑榮的《借問你的良心何在》 唉唷 好久沒聽到了 這最難的歌 為什麼有時候問一些人家沒有的東西 真的很難回答 好 謝謝 歡迎 哈哈哈哈哈哈 變幽隆向我太不堅持 不知道君其實也有高興 若是發生地就能慢慢注意 一個時間哪會有相信 若無疼傷我孤獨自己 不管別人嘲笑我孤獨自己 不管別人嘲笑我們的事情 若是發感肚到的冬也洗臉頂 幸福快樂哪會這麼補貴 有一天有一天你的知名 當今也有情意 草草也有在你 愛到戈子什麼都懂得去 淺淺 淺淺 淺淺也是一種冬季 有一年有一年你的人在黑心 若無相信解釋也無意 你等著心 讓你開沒吃飲 淺淺 淺淺 淺淺也是一種冬季 有一年有一年有一年你的面對黑心 若無相信解釋也無意 有一年有一年你的面對黑心 若無相信解釋也無意 淺淺 淺淺也是一種冬季